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抽時間過來聽這個講座 也都見到在座很多同學 想問一下有多少同學有份種過採完這個田的 請你舉一舉手 有份種過田的 哦 這裡 但是走過你也都會看到 特別是林炳炎樓和LKK之間 兩邊都放了很多種植箱 這個採完計劃 我們是在2014年9月的時候開始的 當時如果大家記得 香港剛剛也是雨傘混沌那段期間 也都很巧合 也都可能不一定是這麼巧合 我們是開始了一個採完的種植計劃 大家看到我們的口號 就是有培土培根 樹木樹人 就是跟我們 是向我們領南這個背景 我們在教育裏面 我們很強調的 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可以怎樣成長 我們成長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土壤 需要一個環境 需要有很多人去協助 令到這個環境 可以成為我們可以 這些植物可以生長的一個地方 但是同時來說 我們都是需要一些很好的種子 這些種子才可以生得到 他們的植物要生得好 他們的根就要生得深 所以在當時 9月初的時候 我們是跟校方商議 學校非常之好 他們就是批了一些地出來 讓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一個種植計劃 而在這個種植計劃裡面 我們是一方面邀請同學參加 有些同學就是作為一個服務演習 來參加這個計劃 我們是開放給所有的 全校的私生 畢業生去參與 所以也有很多的教職員 或者是他們的家人 同學 畢業同學 他們是會回來的 所以這個計劃 最初的時候 就是想著是一個試驗性的 所以我們就是訂造了一些種植箱 但是我雖然是說 20年前我都叫做 開始去學一下 怎樣做有機耕種 當時我去錦田那裏 就向一個有機農夫去學習的 就是每個禮拜天去種 但是我都是外行的 不是真是這麼熟悉 所以我們當時就聘請了幾位 非常有經驗的朋友 來幫我們去做一個 創始階段的工作 以及一路都幫我們去做的 所以就是有這位 嚴曉暉老師 首虛老師 當時我們就是邀請首虛老師 邀請培雲老師 也請了阿麗常老師 一起協助來做這個採員 所以今天雖然我是第一個講 其實我是半個外行的 等一下我就希望有些時間 他們幾位都可以講一下 他們的經驗 從一個大一點的環境來講 香港現在的政治上 大家知道比較動盪 人心也是比較浮沉 但是另一方面 在這樣的時候 可能更加 我們有更多機會去做一些反思 或者促使我們反思 大家都知道 通常亂世就有很多大問號 大思想家走出來 我們也是希望 香港是一個這樣的 大的政治背景底下 經濟不是那麼好 大家同學畢業之後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買到一層樓 等等 面對很多這樣的不確定性的時候 我們覺得 反而是可能提供一個機會 給我們做一些反思的方面 也都可能從危之中 就找到一些機器出來 所以這個計劃 一方面我們是種植 希望是有一點點的 一些地方 給大家可以去 和我們一起去體驗 種植的時候 我們種到一棵菠菜出來 種到一棵西蘭花 甚至我們是種一些 一棵桃樹里樹 是一個什麼的過程呢 所以本身來說 牽涉了一個很具體的種植的方面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們很希望同學可以去 了解到一個 就是一方面是農民 他需要付出一些什麼的心血 很多時候 為什麼他拿不到他已經有的回報呢 有些可能是一個天氣的問題 就是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全球的氣候變化 在這個氣候變化裡的時候 很多傳統的種植的一些方式 一些經驗 不一定完全用得到的了 我們要去 當我們種到東西 很辛苦種的時候 但是最後發覺 種不到出來的 可能就不是我們用心了 因為有很多外在的條件 有一個限制在那裡 搞到我們做不到 但是我們通過這些實力 可能更加能夠體會到 很多的農民 他們是那種艱辛 他們那種拿不到的回報 但是我們都看到很多農民 他們仍然是會很堅持 就是繼續要去種的 這個不是純粹是一個生計的問題 而是種田的這樣的勞動 是跟大自然之間有種這樣的關係 是他們生活裡邊 或者他們生命裡邊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可能通過我們自己種植 就可能多多一點點明白一下 或者體驗一下農夫的那種心境 他們面對的困難 和他們需要有的那種堅持和執著 另一方面 我們當然很希望同學看到 就是可以整個大的環境 它這個變化 我們是否純粹是說 我們去適應它 我們去接受它 還是我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去改變呢 所以採完計劃開始之後 我們除了講很多 關於土壤的問題 種植的問題 我們還經常講很多 我們開始討論一個就是食物的問題 就是我們每天的食物 很多時候就是它 才會見到 是不安全的 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安全 甚至我們有沒有意角到 我們要問它是否安全這個問題呢 但是種了之後 我們可能開始就會小心一點 最有限到大家去到超市的時候 會看看食物包裝 看看後面 它說了什麼東西下去呢 或者大家買一個 它們急凍的即食那些 原來發覺 有效期一年的 一口有效期一年的 臘腸雞飯 你夠膽吃呢 你夠膽吃 那為什麼你這麼勇敢呢 可能我們就會去 開始去考慮 看這些問題 會不會多一些 這些意角 所以我們就希望 所以種田 就不單止是大家體驗 而同時來說 我們從那個食物 從糧食 一路就帶下去 整個關於食物安全的問題 可能我們就會 所以我們採源計劃 就是經常 每個月 我們都會有一些討論會 或者是講座 或者是播放電影 我們就會看一下 譬如說 我們每天去吃快餐店 吃雞腿 那些雞腿大大隻 大家是不是覺得 越大隻越好呢 那麼大隻的雞腿 怎麼養出來的呢 那麼大隻的雞 怎麼養出來的呢 大家可能會有興趣 去看食物工業那套戲 就是那套電影 就是Food Inc 那套紀錄片 當你看到 原來那些雞 幾十萬隻 就是困在一個地方 就是鼓它快快去去去長大 而它走都走不到的 就是它的雞腿完全沒有力 它只是常常坐在那裡 那麼你看完之後 可能你就會對自己 會吃些什麼東西呢 更加多一些警覺 甚至呢 我們想一下就是 將來有機會 我們不知道 就是採源計劃 去到第三期的時候 學校會不會批准我們 或者我們申請 在我們後面的三波裡 養雞可不可以呢 如果不可以的時候 每個同學申請一隻寵物雞 那是不是可以去養呢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 就是很多的 不同的嘗試 我們的計劃 從2014年9月開始之後 一方面我們就是 大家會看到 我們會訂造一些種植箱 在上面 我們會買棉的泥 也都是有個同事 他在後山那邊 就有個山坡 就是他家裡有山坡 他也是很好 就是給我們 帶同學去山坡那裡挖泥 搬回來 就篩過他 來做土壤的方面 也都是從那段時間開始 我們都是嘗試 就是春夏秋冬 種一些不同的植物 然後我們就再看回 種這些植物 我們會面對什麼困難呢 那香港是不是就快 就好像以前 就是前天文台場所講 就是過多幾年 我們就已經不會再有冬天呢 為什麼我們會不會再有冬天呢 如果當我們不再有冬天的時候 然後它怎麼影響了我們的種植的食物 以及我們本身的健康 我們養生可以怎樣養生呢 所以我們整個採源計劃 就是從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我們會種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些朋友 那些同學 他們會看到 原來那些東西是怎麼種出來的 所以我們五谷都種過的 小蜜 蕎蜜 稻米 就是粟米 我們都試試種 菜 我們都種了很多種 幾十種 我們都是種了很多些 是有些 據說是有抗硬 或者是致硬作用的一些 有鈍草 非洲葉 那樣 那樣 我們希望可以 一方要種種就讓同學大概知道 種到什麼 我們包括這次 今期的同學 服務研習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種了一些巴西辣椒 好像個小燈籠 那樣 很漂亮的 就是在赫善恨流 和林炳炎流之間 我就聽到同學去比賽 誰鬥吃辣椒來吃得到的 據說有同學吃完之後胃痛兩人 等等 可能同學會對我自己的校園裏自己種的東西 有興趣 甚至可以玩一下 試一下 但也有些聽到朋友說 原來薯仔是種在泥裏面的 他才明白原來土豆怪不可以叫土豆 原來在肚子裡畫出來才能找到薯仔 所以有很多可能是一個 提高大家的經驗 認識 看看種到的東西是怎樣種出來的 另一方面 我也希望 同學不一定種了三個月之後 就會有一個新的志願 就說我以後要做一個全職的農夫 但是當然我們真的有一個同學 我們無法研究是 有一位同學現在是讀博士的 他是全職農夫 也都是一個全職的學生 我們譬如小輝老師也是 兼職農夫 兼職讀書 我們就會從這個經驗裏面 慢慢去反思我們作為城市人 我們平時以前很輕易地 總之有錢就可以了 買超級市場 買米 買菜 什麼都可以買到 但是買到這些東西 我就吃了下肚子 吃了什麼之類的時候 我們可能以後對我們來說 我們會有更高的警覺的同時 可能它是可以導致到我們 有一種新的行動 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做農夫 會是一個很有尊嚴的 很有能力的 可以自己很自豪的 一樣的即分 也可能我們會覺得 不一定我們會做農夫 但是我們會開始思考 我們整個現代化 城市化的過程裏面 我們是怎樣去離棄農村 我們怎樣去看不起農文 或者農作品 我們在這樣的過程裏面 我們自己都不斷易化 不斷變成一個 我們是非常之依賴 我們的依賴性很高 但是我們是很脆弱 但是我們是不自知的 所以我們其實這個計劃裏面 我們就希望是 一方面有種田 一方面有很多講座 我們會請不同的人來 去幫我們分享 例如分享 什麼叫做快樂 什麼叫做幸福 我們生活的條件 是不是可以改變 我們生活的質素 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各種方面的可以改進 所以這個是一方面 也都是希望 領南可以成為一個 在校園裏面 有這個耕種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個更高的歸屬感 也都有一些同事 還有一些同學 星期六 星期日 都不捨得的 都會分開來 看看那棵東西做得怎麼樣 如果星期六 星期日 有時候 你們會見到 一些一家大小在那裡 很多小孩子走來走去 那時候都是我們採員的 一些成員他們來參與 我們是做第一期 我們從2014年9月開始 到2015年的12月 就結束了 從今年的1月份開始 我們進入到第二期 第一期 我們就是將整個過程 就是輯錄了去 我們每個月都出一份通訊 最初出的那份通訊 就是記錄一下我們做過的事情 有些大家參與的時候 有些圖片放進去 後來就越做越多 所以我們就覺得 不如我們將它去緝成一本書 作為一個紀念 也方便大家去看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都是因為很多人 報導過我們採員的這個活動 我們自己都可能寫過一些 相關的文章 所以我們在第二部份 我們就輯錄了一些相關的文章 也都包括有個同學 他參與了這個計劃之後 他寫一些反思的文字 再到第三部份 我們就是有很多我們的 就是叫做友好團體 包括我們譬如說曉輝老師 他是在北京的小毛爐市民農園 他是總經理 他是總負責人 其實我們有十幾年 已經有同學暑假的時候 去他那裡做實習生的 譬如去小毛農園 也是我們的夥伴 也都有一些香港不同的團體 作為我們的夥伴 也都希望我們可以更多的 就是相互之間的交流活動 我們另外還有 我們每個月 還有一次的食物分享會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們領南 種出來的東西 我們不去拿去買的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就算你沒有份種 你到時都可以來的 例如幫手洗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也是有很多時候 也都放了很多食譜 我們可以去買一隻雞 跟著回來就做個飯煲雞 或者我們採員那裡 我們種了辣椒 那怎樣做XO醬呢 我們也有很多的材料等等 所以這些我們都輯錄了 放在這本書裡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當然這些我們全部都是 在網上都有 圖書館也都有這本書 到我們第二期完了之後 我們都會再輯第二本書 來記錄這個過程 我們會希望這個過程 就是大家一方面對領南 又是校園 有更大的歸屬感 在上面我們種了一些東西 我們會體現什麼叫做共同的 就是校園屬於我們 我們都不可以自己霸佔 我們都要留給貓 所以當時我們曾經是專門 做了一格給貓做貓廁所 或者貓浸室 不過他們就發覺 他們很喜歡在我們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想很多辦法 怎樣跟貓共處呢 自從我們種了之後 我們都是要求學校 然後園屬公司那方面 就不要在我們的農田上面噴農藥 所以不噴農藥的時候 你會發覺蝴蝶啊 文蜂啊 蜻蜓的那些就開始回來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如果是園屬公司處理的那些花木呢 是沒有這些沒有活葉的嘛 因為可能要防蚊啊 或者是防蟲呢 可能要噴很多藥的 我們不噴藥怎麼辦呢 那就要很早起床有空去捉蟲呢 或者我們去想各種不同的辦法 去看怎樣處理蟲害的問題 所以就 正我先講到這裡 我就請另外三位 就看看他們有沒有東西想補充 一會兒同學可能有問題 我就再回答你們的問題 謝謝 大家同學好啊 其實我看到這裡 有幾個同學 都是我們這些監獸班的題目 不過他們害羞老闆而已 其實這些同學來監獸 最初的時候 他們都會看一下我們 怎樣種菜啊 怎樣去回肚啊 怎樣去淋水啊 那其實他們那時候 除草啊 回肚的時候 你不要小看他們的那些 身軀啊 女孩子呢 捧包例的時候 我爛這樣一托 我爛這樣一托 那其實他們呢 還是很合作啦 譬如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這一次呢 就在永安廣場的 油則清除那些 那些公司幫你 除了那些證明之後呢 我們去 搬些來過去啊 翻舖呢 是靠同學呢 十個同學呢 一起做的而已 因為其實根本 我靠我和他人老師 叫他老師是做不到的 那所以說呢 其實呢 你不要小看那麽小的 就是徐草啊 淋水啊 搬泥啊 種植呢 是同學 那麽就帶出了一份 就是我們呢 領南的採員呢 其實是靠同學啦 師生啊 和外面的 我們譬如屯門 有些的市民呢 都參加了我們這個 採員計劃裏面的 領南教育 都是採員我們的 一份子來的 那麽其實他們 我們每搞一個月的活動呢 或者食物呢 他們都會來參加的 那每一次我們 和陪仁老師那麽食物呢 不要看著我們兩個 其實吃的時候 我們就很輕鬆 對不對 其實那麽我們就想 這次搞什麽食物呢 那麽 那麽 它測良 Reality 是小雪啦 那麽 uwagę 那麽 Th proceeding 這個布教師寫這兩個 ceンタ生說 小雪 VieHAHA 凍羊是寶新的 那麽還有呢 就是要 是互忍了 味 它們能夠呢 是互忍者 它們呢 č 互忍 所以呢 就要吃羊肉 rah 那麽... 那麽我們说 我們這麽 那麽我們這麽 那麽我們這麽 我們這麽 denen sat上 其他家 我們有 glucose 再加些 Annie 那麽 的那麽 我們要 Beng homicide 加起來全部都是利用我們身邊種植的所有的配料來做這個菜 當然我們每一次都會有這個菜來大家分享 如果因為天氣的變化 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菜 真是這半年是少了 所以你見到我們都會少了分享 和我們收菜或者同事 因為我們只能夠供給每個月吃的菜 和每一個月一次的活動 或者我們有時是搞星期日的活動時 將那些菜的收 或者是木頭 都分給來參加者分給來拿走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我們為什麼 你們幾個月都沒有菜 大家分享 那你要想一下 天氣的問題 我們希望你們以後我們的一個月活動 吃飯 吃午飯 見到你們 因為全部都是你們有份的 那些東西是學校的 水是學校的錢 所以你們都是多點來參加 有配合老師 其實剛剛監製老師和立場老師都已經把我們 所有的工作的內容都已經介紹了一遍 感覺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更想 還有一方面就是我們希望通過產業 能建立一個更好的一個社區 或者是做一個大家互相交流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溝通的平台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大家都在樓房裡面 然後互相之間可能都不太認識 也沒有什麼交流 各自之間都比較孤單 我們說現在社會讓我們就變得生活越來越豐富 但是好像個體之間就變得越來越疏離了 我們也希望通過采源農耕啊 食物分享啊 讓各類各樣的人參與進來 包括小朋友 老人 老師 同學 各類各樣的人 各類各樣的人可以參與進來 大家一起交流 交流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交流溝通 交流烹飪啊 食物啊 當然有各種的話題 通過這個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加公佈 小慧老師 講幾句吧 非常高興大家能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采源的這個活動 在校園開展 其實算上這一次已經是有五個學期 所以我們也給我們就是五個學期的同學 提供了大家可以參與在產展裡面 學習怎麼耕種和一起來勞動 這樣一個過程 我是過去的 我過去的工作主要是在農村 在內地的農村工作 所以我有很長的 過去大概有十年 左右的時間是跟 就是種地的農村跟農民也有打交道 但是在過去幾年 我們在北京有一個農場 然後主要的工作是跟市民打交道 其實我們跟市民打交道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 就開始有一個擔心 就發現說如果農耕種地 應該說是農民的事情 好像市民從來沒有種過地 從來沒有種過菜的話 他會不會種 但是我們在北京的這個經驗就發現 在城裡來的市民 哪怕從來沒有種過地 他到我們農場 然後稍微就是跟大家學一學 我們教一教 就能變成一個農考的農夫 而且種幾年以後 他們種的菜比我們種的還好 那這兩年在我們校園裡面 那又開始帶學生來 就是這些同學來種種菜 那他們絕大多數 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做過這個農活 也從來對農耕的事情 可能不太了解 大概就是一般的 認識一些蔬菜 到底怎麼種 他的生長狀況 怎麼樣 都不了解 那其實有了這些經驗 我們發現我們的同學們 在我們校園裡面 開展這個農耕的時候 就非常的有熱情 而且學的也非常快 這五期農耕搬下來以後 從一開始第一期 大家上山上去挖土 非常辛苦的工作 要在山上去挖泥土 然後再搬下來 再填到我們的箱子裡面 然後緊接著在我們校園裡面 收集一些樹葉 然後跟這些土混合在一起 然後做成這個可以種植的肥料 這樣的過程 這個勞動強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們的同學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都非常的有興趣 而且就是很累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很高興 並且這兩年 我們在校園裡面 其實持續有很多很豐富的產出 大家都親自看著自己種的菜 然後慢慢長起來 最後收穫了以後 分享給同學和老師 其實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下就 林老師剛才說 我們這個項目 雖然在細小的 我們通過農耕這個作為切入點 其實重點看的是 我們在這個校園裡面 通過農耕 通過食物這個議題 把大家怎麼串在一起 來共同的思考問題 那同時我們其實發現 農業耕種的所謂農業技術 在這個過程中 並不是非常的困難 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大家認真的去學習 跟自然的合作 就是我們不光去要處理 我們人和人之間的合作關係 還要學習處理 跟自然的合作關係 它怎麼才能夠 那個不容易生病 怎麼才能長的窮少一點 怎麼蔬菜長出來以後 它生的比較漂亮 或者長的比較快 或者比較好吃 這些過程中 在這些細微的細節過程中 都是鍛鍊我們怎麼去 處理跟自然 跟泥土的這種關係 所以我很慶幸 我們已經有七這樣的同學 參加了我們的輪功班 這一期的也是剛剛結束 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們採燃這個項目 通過就將泥土 它所帶來的非常重要的 我們之間這種合作 互動和交流的這個議題 在校園裡邊 我們通過關心我們身邊的事情 通過關心我們日常生活中 最重要最基本吃的問題 來建立一種 慢慢這種一個團體 或者一個社區裡邊的這種關係 所以希望未來我們採燃裡面 有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 然後通過這種農耕的小的活動 在裡面能夠觀察 和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謝謝大家 等一下我就覺得大家和我可以問問題 幫我看看服務研習處 林女士可不可以出來講幾句 因為我們這個計劃 就是和同學一起去推動服務研習 大家會發覺我們除了第一期之外 到第二期我們就已經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永安廣場一對相 那裏有五條柱 五條柱 我們已經圍了一個種植箱 那裏就會種一些 譬如藤三七、紫藤、金銀花 另外在永安廣場的兩邊 我們都開始種植物 大家可以有空去看看 就是我種了些甚麼出來 等一下我再講幾句 其實我採完這個項目 很多人的商品項目都跟了五個學期 其實每一年都很多同學 參與這個商品項目的 他們其後的得著都很大的 他們會反思 他們從監獄裏面反思 就是和文學、和教制度、和政治制度 會反思這些問題 因為他們全都是一些文化研究的學生 所以他們就會反思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他們最大的得著 其實是他們會反思土和地的關係 然後他們就會延伸去另外一些問題 所以他們從監獄之中 是得出很多的反思 其實這個項目很值得繼續延伸下去 一來可以六八個環境 還有各個同學可以由一種子 到最後結了果 得出來的成果有種成功感或者成就感 這樣 可以再補充一句 你不要看著 覺得我們領南校園很小 或者我們做一些事情 就自己放在角落做 其實我們這個計劃 都引起幾多的注意 我們都有 比如說南韓、奧地利、上海 或者有很多地方的人 他們都知道我們領南 有一個採閱項目 亦都是逐個一些報道 我們都是輯了去本書導入 亦都是聽回 譬如上海有位教授 他們看到我們 咦 你們可以拿到一些地 還在校園中種東西 於是他們就走回去 跟他們的校長說 人家都可以 為什麼我們不給 於是他們學校就給了很大塊地 他們是做圓藝設計的 所以他們都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種了些什麼 你們種了什麼 我們就有很多交流 另外 如果同學真的有興趣 我們是 文化研究 我們每年都有同學 暑假的時候 就會去 輝老師他們那裏 學種田 有一次我問同學 女同學來的 她很喜歡跳舞 去玩 平時穿得很漂亮 這樣就好 但是我問她 我問她 你想去上面 曉輝老師那裏 農場那裏 你最喜歡做什麽 她說 我最喜歡餵豬 大家如果一想 餵豬 第一樣想到 你可能已經聞到一股氣味 是吧 你聞到一股氣味 就用一些豬味 為什麼同學去完 他這麽喜歡餵豬 原來曉輝老師去那裏 就是有一種失態養豬法的 無論豬場怎樣設計 他們怎樣做那張床 給豬 如何是鬆軟 很舒服 令豬是很開心的 然後那裏 也可以拿到農田那裏 那裏 所以那時候我印象很深 我同學說 我很喜歡餵豬 原來我後來發覺 今年八月底 曉輝老師去農場 又做了一個工作坊 就專門教人 怎樣搭個豬場 來養豬 他有很多大陸 有很多的大學生 就去參加的 只不過我們是後來才知道 是不是 我都很想報名去參加 學一下我們怎樣可以做 那當然呢 學校會不會被我們在後面 搭個小養豬場呢 如果我們爭取到第三期 做這個就非常之好 另外呢 也有很多故事 同學參加之後 他們有很多想法 譬如說 我記得我們每次有反思會 有一次有個同學 他就說 他跟著媽媽去買菜 當然很少去買菜 所以他不知道菜是什麽價錢 他說去到街市的時候 就發覺 菠菜是十五元一斤 有個同學去買過菜嗎 十五元一斤 你覺得怎樣呢 即是沒有什麽概念 是不是 那位同學 跟著媽媽去買 見到十五元一斤 他就說 我很生氣 為什麽很生氣呢 他說 有什麽理由這麽便便 他說 我在學校 種了兩個月 才生出來這麽多多 那麽重要 那麽重要呢 就是種了的時候 可能就播了種之後 被那貓去 那貓就在那裏 很開心玩完 那麽我們就 那些菜都玩完 那麽所以呢 他又再種過了 然後又太多水 太乾 就是各種的問題 那麽他發覺 我種到一棵菜這麽辛苦 那麽整根菜 才值十五元 那麽 那麽 那麽我其實都很欣賞 那同學呢 就是他的種那麽的粉毛 那種粉毛是代表了一種 就是我們不只是純粹 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去看 從消費者的角度 那麽最好是五元 就是越便宜越好 那麽但是呢 就是他就覺得說 就是他去買菜 他有一個消費者 但是到時候呢 他是從農民的角度 就是生產者 就是那個角度去看 買得這麽便宜的 那麽我覺得 那麽是一個很大的轉化 那麽我們今早 就是那些同學呢 就做一些辦事 那很多同學都會說到 就是說呢 他們覺得參加了這麽的一個 就是這個活動 那麽是很短時間 那麽除了可以幫他們 就是拿到 會員集的一些學分之外呢 那麽他還有一些 就是有些得著 就是說 他就覺得他 他不是講假的 真的會開始覺得 真是珍惜那個食物 真是來之不易 那麽另一方面呢 也跟他都說 就是他都覺得 就是我都覺得很感動 跟我說他就說 他就說 其實我們以前經常想 就是這個社會 需要有些大的改變 我們會希望政府變 我們會希望那個結構變 那麽有時我們要求 那麽大的變的時候 那麽他一路都不變的話 那麽我們覺得很無力的 很無奈的 那麽但是他從而 就是現在自己一些 那麽的經驗呢 他就發覺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做到少少的事 小小的事呢 都可以令到我們 有這個改變 那麽而這個改變呢 那麽他都看過就是 我們即是個人的改變 就是譬如我們自己想一下 我們不需要穿那麽多衣服 我們是否可以不需要買那麽多呢 我們不需要叫那麽多食物 我們是否可以 就是不叫那麽多呢 那麽我們其實呢 每個人做多少少的事呢 其實呢 這些小的改變 可以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就是它不單止令到 我們自己活得更開心 或者更加安全呢 那麽還包括就是 我們從一些 我們能夠做到的 小的改變開始呢 那麽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社會 是有希望的 是可以變的 那麽所以呢 他們都舉了很多例子 那麽例如 他們訪問了很多 特別香港是做食物的問題 或者做 即是跟蹤問題的 那麽例如他們怎麽樣去做 做一些有機的豆腐呢 他們怎麽樣做一些手造的 那麽呢 那麽例如有些中藥 那麽就加上了 那麽例子 自己怎麽做 那麽例子 那麽例子 那麽就發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的 那麽所以都是 幫我們都去反思到 就是說呢 平時我們很多事 我們太過依賴性 那麽有什麽事 甚至我們看新電視節目 都是說 你又不舒服呢 看醫生 是吧 真球對醫生意見 那麽甚至呢 我們現在早上今天 那麽凍力還是熱呢 我們都不會自己去想想想想 我們就看守飛機 是吧 金文台 말씀드�ing今天多少度 所以我們就去恩命如純 那麽我們就去恩命如純 那麽我們慢慢慢慢 失去了很多人的能力 也都是失去了 很多對自己能力的那種的認知 那麽但是通過這些 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些項目 那麽做到一些好像 好像很微不足道的東西 好像很細美的東西 但是它可以導致我們對自己更多的信心 我們看到勞動裏面的無價的那種尊嚴 我們懂得去欣賞自己的勞動 開始懂得欣賞別人的勞動 亦都是我們慢慢可以扭轉一種 對於體力勞動的那種的排斥 那種的厭惡 所以變成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改變的可能性 這也是我們做採員計劃最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說大家通過一些體驗 我們令到校園更加開心 我們令到每個星期來參觀的人 我們見到他們一來到就衝過去 我們看我們做了些什麼 然後父母就會介紹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些是什麼 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可能是慢慢改變我們一種的價值觀 而這些改變有時不是純粹從一個抽象的理念來的 是從我們自己的實踐走出來的 我也想留一點時間 看看同學有沒有東西想說 譬如這位同學中過田你想講幾句呢 佩妍有沒有中過田 有沒有其他 哪位同學中過田的 是不是中過田的 你出來講幾句 說幾句 是的 沒有心機做的 是的 很厲害 你出來幾年大家看幾句 說幾句 說幾句 我就是EON的學生來的 我這次就參加了這個課程 其實在家廚的過程 我真的會去反思 究竟我們在吃的東西是什麼呢 究竟我們吃東西 我們去考慮買一些東西吃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可能會選擇 我們會想首先是價錢這個東西 但是價錢背後還有很多東西 例如說營養 也都是那些食物是怎樣來的 那我就有一個朋友就跟我分享 一個朱古力 那我們看下去朱古力是 那些商 那些 製作朱古力的工資會令到朱古力 比我們印象很不健康 因為會甜很肥 但是有沒有想過其實 之所以我們覺得它是這麼不健康 是因為你製作的過程 有很多糖在這裡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自己製作的時候 我們嘗試自己由頭 用可可粉自己製作朱古力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是很健康 所以我就透過監獄這個活動 就會反思其實我們很多 過度依賴沒有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忽略什麼東西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等著這位同學 自己製作朱古力請我們吃 好 有沒有朋友有問題 或者有些東西想分享 你不一定去種過田 但你可能有些東西想分享 或者你走過我們的校園 你見到那些問題 或者你不一定是講正面 你可能覺得有些 對我們的批評 有些建議 你都可以提出來的 有些東西想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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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就沒有上槍 那桌子就有蛇 然後呢 但我就是警察 我後來在採月那裡 都看到有蛇 出現了 雖然肯定是否 100%關事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們可以避免一下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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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到 在採月附近 你會見到很多小青蛙 有很多些 那些蛇 某前對說 覺得就不關我們事的 因為我聽回以前 就是山坡裡有些蛇 會經常走下來 甚至大家不要害怕 他們有同事 早幾年說 叫蛇吃了隻貓 是大網蛇 所以大家可能最近 有否留意 我們幾座教學樓 後面那裏 有一個後門 後門出入那裏 學校放了些硫磺 其實就是等 硫磺 等蛇最低限度 不要進去我們的教室裏面 所以同學就可能學一下 就是怎樣與蛇共處呢 所以 第一就是 懂不懂得見別 哪些是毒蛇 哪些你可能找一隻貓出來 開始吹 還是說 如果有蛇 可以怎樣 用硫磺 用什麼方式 可以嚇走它 還是你說 今晚可以請朋友來吃蛇筋 究竟是哪樣呢 不過我覺得這些問題都需要 跟學校提一提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也很怕蛇的 其實看到我們有些同事 很怕小青蛙 為什麼怕呢 因為怕著一腳踩死牠 所以我們也看到附近很多 小青蛙 小動物 很感謝同學的意見 另外呢 我們也知道校園很多蚊 所以去年我們試種稻米 你知道種稻米的時候 種水道 要放水 所以我們就做了些缸 所以我們就買些小魚回來 早幾天我走的時候 有另一位同事走過 他跟我說 哎呀 好可愛喔 你們說上次種水道的時候 他竟然吸引了一些小魚 我告訴他 不是 好像同學間房間吸引了蛇 不是有意的 我說那些缸水道 就不是吸引到那些魚 是我們買來放下去的 買來放下去 就讓牠可以吃到一些蚊 不用怕有蚊 那些魚都很辛苦 我們知道魚很辛苦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夏天很熱 牠們天天爬牠 通常我們半個小時就好 如果牠有十小時爬牠都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 我們都要不斷加一些涼水 讓牠們就不要太熱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會看見 就是當我們去做的時候 其實裏面有很多我們 可能很笨拙的做法 可能有些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要不斷去 就是有事情發生了 我們就要去面對它 怎樣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學習過程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樣 我們都很想做的就是 我們遲些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香港呢 是有很多雨水的 我們嶺南的學校 我們的樓其實都很容易 大家要看出去 其實就是有個地方引了水下來 我們可以做雨水收集的 雨水收集了之後呢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過濾的 其實那些過濾 就是過濾的是很容易 有些大石頭 小石頭 是不是 再放些沙 然後放些碳 那些水流過之後呢 那些水出來就已經過濾了 我們都不需要去一些大公司 去買一些很貴的濾水器 那譬如 舉個例子 就是嶺南是否可以都做這些東西 那一方面對同學來說 大家可以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都可以是 少些用一些 譬如說 水喉水來淋花 因為水喉水淋花淋菜 其實是很浪費的 就是一方面浪費水 另一方面水喉水裏面呢 就是有很多些樂器 其實是很傷的那些植物的 不單是傷植物的 我甚至看過就是 就算我們平時洗手 打開水喉洗手 這個勤洗手好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皮膚吸收了 對我們身體都是很害的 所以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這些方面 我們平時生活裏面 有特別同學住宿舍 譬如我們的水 可以怎樣 自己可以收集了它 自己可以過濾了它 然後就很放心地可以飲用呢 譬如這些問題 就是怎樣增加我們自己 生活上那個自主的可能性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更多的 就是自給自足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明白了 我們這個依賴性很強的 城市人的生活 一方不要記身性 就是靠人家種了東西給我們吃 靠人家養了豬給我們吃 我們什麼東西都是靠人家的 我們以為自己有某種專長 但是一停水停電 我們就生存不到的了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是 就是知道有這個依賴性 有這個脆弱性 但是同時來說 是不是可以多做少少東西 減少這個浪費 減少這個依賴性呢 最後也想說多一個 就是我請同學 學期的時候 他們會做一個project 中田的同學 就會出去訪問 就是香港做其它 比如做食物問題 做手工單簡 搞環保 那些問題 他們就出去做一些訪問的 另外有些同學 他們就是 可能他們就可以 不是中田的同學 他們就可以比較自由地 決定他們這次的學期 做一個什麽的習作 剛剛那次我走路的時候 就跟一個同學談 跟我說 老師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自己想 做些什麽的題目 我說 是啊 比如如果你想很有體驗 中田的同學 體驗中田 是嗎 你可以去體驗 比如說 坐在沙灘上 看著那個天 想到些什麽 你便回來寫 你便想到些什麽 今早就做報告 他就說 KC老師說可以 所以我就去做了 他就一個人 背了背包 背了帳膜 背了帳膜 去到山上 露宿一晚 他說 他只是跟媽媽 要說服媽媽 給他出去 都搞了幾個鐘 他說 媽媽說 一個女孩子走上山上 很危險的 接著他就說 他在山上 學會自己一個人 怎樣搭上螢幕 他沒有說到哪個山 他不知道 就知道了 其實如果是近近地 我們後面的山都可以 有什麽事 一喊 縮正同學過來 救他 但是他就說 他還有一段時間 對著這隻山豬 四眼相亡 他就用什麽方法 嚇走那隻豬 我就不知道 他說 對他來說 很大的一個 令到他很多事 思考 原來他做的時候 其實他很害怕 整個過程他都很害怕 但是之後他就很自豪 覺得 嗯 我都做到了 我想到的一件事 我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 採完計劃 其中一部份 大家同學通過了一種體驗 體驗就是 你的身體 你出個汗 你拿水 我們那時也有同學 他說 我一世人未能過 那麼多汗 就是 他將兩幾湯水 從一個地方 搬到另一個地方 淋水 上次整個那條路 有一些同學 上過我們 河善行流 和糧球居立之間 那裡搭了一條小路 那些同學 畫了那些地裏的石頭鋪 鋪完之後 那同學 反思會的時候 他就說 我很開心 我終於鋪了一條路出來 你聽下去很威風 其實就是很小條路 但是 我突然間會感覺到 有時做到一些東西 可能只是三個小時的東西 但是同學 為什麼會這麼強的感受呢 他對他來說 可能一身難忘 我們說 你在冥南做過什麼 我鋪過一條路 等等 我覺得 有時我們不要小看 我們體驗方面的東西 這些可能會帶來 我們某種的衝擊 帶來某種 我們常常很重視的 就是我們的教育 不只是理智的 理性上的 而是感情上的 情緒上的 就是我們怎樣對自己 更有個自信 更願意自己有個改變的空間 就是我們更加堅持一些 我們認為對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保留一種虛心 讓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可以吸收 這些都是教育的很重要 而我們都相信就是 教育必須是 理性感性 它是分不開的 它一定是通過我們 就是自己夠膽去試 夠膽去想像那些東西 然後就夠膽去做 不過如果其他同學 想去露營 其實我們都可以 不用自己一個 去兩三個同學一起去露營 或者我們試試找幾次 是否可以在採員後面的山坡 露營 我們可以試試做一些 我們覺得可以好玩的東西 但是人生 人生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這些體驗 可能它是在當時來說 很困難 可能很驚險 但是可能會對我們來說 就是有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 一些結果出到來 也都是很多謝大家 來參加這個會 謝謝 謝謝 謝謝